我国南沙群岛的永俗岛和太平岛 随着发展空间更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事实上,在2013年以前 最有发展前进的肯定是太平岛 因为当时的太平岛是南沙群岛230多座岛礁中 面积最大的自然岛屿 陆里面积为0.51平方公里 太平岛的森林复活率非常高,还有淡水 我国的渔民长期在岛上生活和定居 然而,自2013年开始 我国在南沙部分岛礁实施了大规模填海造陆工程 使得部分岛礁的面积扩大 所以,南沙排名第一的岛屿就变成了美激岛 美激岛的陆里面积为6平方公里 它的形状像一个平骨 排名第二的则是主壁岛 陆里面积为4.3平方公里 它的形状像一个低字形 排名第三的则是永俗岛 它的陆里面积为2.8平方公里 而太平岛则区区第四,面积为0.51平方公里 这四座岛礁占据了南沙群岛 陆里面积的约半笔江山 在南沙8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 奇壮丰布 对守卫我国南沙海江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平岛在北部众多岛礁的中心 永俗岛则20岛南海的航运大通道 距离越南南部最近的海岸线470公里 太平岛距离永俗岛190公里 岸岛的地理位置都十分的重要 永俗岛也是我国南沙群岛目前 距离越南南部海岸线最新的一座岛屿 永俗岛比太平岛更有发展前景 因为礁盘的面积决定了未来开发的方向 我们来看太平岛 太平岛发育在台礁上 台礁东西长4000米 南北框500米至1000米 既没有环礁也没有西湖 见不了大兴的港口 今后实施路易吹田面积有限 要建设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也不可能 而永俗岛则不同 它本身的岛礁面积非常大 毛手军运就是它的岛礁 可以看到永俗岛只是永俗岛的一个部分 岛上有一座机场 跑道长2800米 可以起降大型的军民两用飞机 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太平岛1200米的飞机跑道 永俗岛的环礁 呈东北西南走向椭圆形长26公里 换1公里到7公里不等 环礁面积为108平方公里 现在环礁的北部和东部出现的大片的沙洲 湿河田路 如果连片填成岛屿 边际将超过永俗岛的西南岛屿 通过环礁连接 还可以与西南岛连成一片 形成总体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岛 另外永俗岛的环礁西湖 可以建大型的杆池 停泊大型的军舰和民运的船舶 这也是太平岛所不具备的条件 所以永俗岛所在的永俗岛 环礁面积大发展空间更大 加上水域比较浅 更适合进行陆域吹田 最终可以把永俗岛建设成为南岛的大岛 进而变成全国人民心中的度假圣地 对此大家一生的看法来 欢迎评论留言 谢谢大家